只要让他看到你 你对他的承诺是有准备的 他的内心也会很开心喔 一击必重 十二星座就吃这样的告白方式 我们来看牡羊座 收服招数 非常有诚意 或是很花心思的礼物 牡羊座的人非常重视诚意这两个字 他们觉得有没有心很重要喔 你嘴上说的再喜欢我 但如果表现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对他而言就会什么也不是了 因此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是牡羊座 想在情人节之天好好表现的话 那就要拿出你的诚意喔 牡羊座的诚意也不一定是建立在钱上面 当然如果你愿意花大钱在这一天 他们嘴巴上可能会说 你干嘛花这么多钱啊 但心里面可是偷偷的开心的 建议想收服牡羊座的人 不妨可以考虑在情人节当天 可能安排一些浪漫的桥段 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 比如说像是南町的餐厅 他一直说想要很久的东西 这些都可以打动他 都是你满满的心意喔 如果你可能在财力上没有那么雄厚呢 那么你可以用一些别出心裁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能把家里面布置得很浪漫 或者很温馨 平常不煮菜的你 特地为他煮了一桌子的菜 这样用心理战的方式打动他 也会让牡羊座觉得 哇好感动喔 想要给牡羊座难忘的节日记得 用心就对了 收服牡羊座的指数 四颗心 我们来看金牛座 收服招数 带有意义的礼物 或是一个承诺 金牛座一般是很实际的喔 对他们来说 情人节可能是一个平段的指标了 你可以不用花大钱 因为他们心里其实也觉得 这是一个商人创造出来的节日啊 但不代表你可以没有任何准备喔 对于金牛座而言情人节就是一个可以不用大肆铺张 但是一定要过到的节日呢 你可以从金牛座那里告诉他说 你实际上喜欢什么呢 你就带着这一些实际上他需要的小礼物 这就是他的小浪漫 或者说你可以帮他创造一些明目 像是你今天想送他可能是很实际的小家电呢 当然千万不要傻傻的就直接送他了 你可以加点小小的花言巧语 比如说我想送给你吹风机 那你可以说 请让吹风机代替我帮你吹一辈子的头发吧 金牛座虽然在表面上可能没有太大的反应 甚至会骂你哎哟好无聊喔 但是呢 他的内胸可是正在澎湃汹涌呢 如果你没有太多的费用 准备金牛座的礼物也没有关系喔 你可以趁着节日承诺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帮你按摩啊 或者是怎么样 你的承诺一定要可以兑现才行喔 只要让他看到你 你对他的承诺是有准备的 他的内心也会很开心喔 收服金牛座指数三颗星 明天我们再来看其他两个星座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记得订阅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喔